那么基于上面那个讲了那么多操作,对吧,无非就两种,一个变换,一个是动作,Action,Action的话可以处罚作业的执行,那么大家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来自于这个HIDO的事儿,我们在做这个单词统计的时候,我们说它会产生这个数据倾斜,对吧,那么Spark有没有可能也会产生数据倾斜? 有没有可能,有可能,那如果我们在Spark里边怎么去解决数据倾斜问题,如果依照于我们现在这个手段去做这个单词的技术,如果你的某个单词量非常大,所以当它在ReduceByK的时候, 它就会聚合到哪去,聚合到同一个点,对吧,结果造成那一个点,它的技术量非常大,是这样吧,所以我们要避免那种情况,那我可以怎么做呢?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就是你可以先行怎么做,先行一个随机分区,所以当我们在做Spark的数据倾斜问题, 那么在Map阶段,你就应该对这个K重新做一个划分,那里吗? Map阶段对K重新划分,重新,结论者,看这个程序。 单词,也就是文本,对吧,这一辆,特别知道,对吧? 哈喽出现了非常多的次数,后面还有很多,那么我们这是已经切割完之后的,对吧,这已经是切割完之后了,切割完之后的数据,切割完之后, 我们下一步的变换,是什么变换?是Map,对吧,Map的话是变成下滑线级,下滑1啊,对吧,变成下滑1的话,它是不是就变成KB阵了,对吧,它变成了KB阵,以谁为K,以单词为K,对吧,所以它一下就变成什么?变成了这种。 都这种嘛,对吧,就一系列这种。这是经过Map之后,在整个内存当中,数据的变化情况。 当我们在Map完之后,我们开始什么过程? Reduce by K,是不是聚合,对吧,那么Reduce by K在聚合的时候,我是可以指定什么的? 我是不是可以指定分区数啊?对吧,我可以指定分区数N呢,但问题是,不管你指定的分区数是几,只要K相同,只要K相同,它一定进同一分区,对不对? 所以,所以纵然你有一万个节点,一万个节点,但是,你的大部分的这个单词K值,经过哈希之后,它的值相同,那你也会有一个节点压力非常巨大。 对吧,那么这个过程,在MR里面,叫什么过程?就是Suffo,混洗嘛,对吧,按K是不是要在网络间混洗啊? 所有相同的K,所有相同的K,都进到这个节点了,在网络间分发的,结果造成其中的一个节点压力巨大,这就是数据倾斜的这个背景嘛,对吧,导致它的原因,那么我们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怎么去做,先干什么?就是先在Reduce之前,你要重新去设计这个K,这对吧,重新设计K,那要重新设计的话,怎么设计呢? 我们就再增加一个环节,Map,对吧,你在增加这个Map的时候,那么这个里边怎么写? 这是产生了大量的K,对吧,这个已经产生了大量的K了 我们在做的话,这个K其实是对应的K一,对吧,我要把它变换成K,加上一个下滑线,再加上一个其他的值 可以吧?我再加上下滑线其他值 那么其他值,我可以做一个什么?我可以做一个分区 假如说我最多给它100个分区 那你也有意思吗?我给它100个分区 所以我会取出什么呢?我会取出一个随机数 0到几?0到99 我把这个值负在什么上?负在K的后边 对,就是一个新的K 但值还是1吧,对吧?值还是1,但K变了 那么这样一来,大家想看 这个hello,它在变化之后可能是hello-01,是吧? 这个hello呢,可能就是hello-02,hello-03,或者hello-01 那同一个hello,都是hello单词的话 是不是就可能分成了100种情况? 对吧,分成了100种情况 当我分到100种情况之后 我再进行一个reduce by,我是第一遍的吧 我进行第一遍reduce byK 那么你呢,你想想 你第一遍reduce byK 你聚合的是什么值? 你聚合的是单词加下滑线 代后最的值 对吧?你是聚合的这样值 但是我们知道,下滑线那个东西 它并不是单词 过率 是过率吗? 还要再还原回来 对吧?还要还原成K值 所以当我在进行第一次reduce byK的时候 这个又过来了,是吧? 这个又过来了 放到这儿 开始聚合 那么你所聚合的这个单词啊 都不是 能够是吧? 它都不是真正的单词 它是带着下滑线 带着分区号的 对吧? 所以就可能是00或者99 这对吧? 好 但是后面的 wasted 是吧?wasted 这样一来就可能在哪? 在整个集群内 我可以做什么? 做一个均衡的分配 对吧? 做一个均衡的分配 但是K值只要相同 K值只要相同 它就往一起聚嘛 所以HoloWall的00 01,02,03 它都聚在一起了吧 对吧? 所以当我在第一次reduce byK的时候 我产生的结果 就是00 可能有多少? 30个 对吧? Wall的-1,-2,-100 可能各自有50个 那它的值还是1吗? 它的值已经不是1了 已经变成数字了 对吧? 那么下一个阶段是干什么? 下一步是干什么? 这是KV对不对? 我还要让它再经过一遍什么? 再经过一遍Map 对不对? 我经过这个Map 那么这个Map的话 因为这个Map就是这个出来的嘛 对吧? 它们有依赖嘛 我要怎么去看看 其实就是要把这个下环线的东西抠掉 对吧? 抠掉以后 那就会产生什么? 一堆 Hello 30 Hello 60 Hello 90 下来 对吧? 那么它产生之后 我们再进行二次什么? 二次聚合 对吧? 那这个二次聚合是不是就跟刚才一样了 对不对? 二次聚合跟它是一样的 但它能避免什么问题? 它就避免了数据倾斜问题了 对吧? 因为你经过了一个随机之后 把K打散 但是第一遍一定是不准的 是吧? 一定要来二遍 二遍处理结果 怎么写? 我们来写一写 数据倾斜 其实原理都一样 对吧? 这个倾斜怎么说呀? 数据倾斜就叫做利益吧 Data利益 是吧? 产生数据倾斜吧 RDD1 先干什么? 先去压扁 这也很熟的吧? 压扁的话做切割 按照它来切 对吧? 切完以后 再做一个映射 是吧? 再做映射的话怎么做? 是不是下滑线一样? 对吧? 然后再做映射 这对吧? 它不变成圆主了吗? 对不对? 它变成圆主 它变成圆主之后 那么T 它就变成了这种方式 那么这个T点 1 是不是能拿出单词了? 对吧? 你的单词拿出来 然后呢? 还有1吗? 对吧? 1吗? 那你就不用管了 1反正是固定的吧? 对啊,我们还要取什么? 对啊,还要取个随机数 是吧? 那是random什么东西? random the next 是不是 印它 我要拿出个100证数 然后它就什么? 它就是个R吧 随机数 拿出随机数之后 我要构造什么东西? Word 加上什么东西? 下滑线 再加一个R 标一个E 对吧? 变成它 变成它之后 我再去先行聚合 是不是按照ReduceByK 对吧? 聚合 是这样吗? 聚合 聚合完之后 我再去Map 对吧? 不是一个吗? 我先聚合一次 聚合完以后 在Map把谁拿掉? 把那个下滑线拿掉 对吧? 所以Map怎么办? 括号 T 是不是圆主 但这回 你不仅要拿出单词 你还得拿出直 对吧? 拿出直 那这个Word 你要再切 对 按什么切? 下滑线 切 切完以后 取出第几个值? 第一个单词 这才单词吧 对吧? 所以说这个 Value W是吧? 而我要取的值是W几? WCount 然后我再干什么? 再做二次聚合 下滑线加 下滑线 然后再Save 存储到文本里去 对吧? 存到文本 这段地盘下 Start Out Lean 就是数据信息 那结果不能出错子了 结果是一样的 跑一下 分区数默认是几个? 我们先就一个 但是你这里指定了 这四个分区吧 对吧 但是一聚合 它又变成一个了 对吧 所以我们聚合的时候 这是一次聚合是吧 给它四个分区 这可以吧 给它四个分区 我二次聚合 我也可以整成四个分区 对吧 这个值出来没 Out Lean 四个分区 这个值对不对 三期 怎么会有三期 六一 这什么 我切的是哪个文件 我切的 我切它的 我切除文件 对吧 我切除文件 再一起 可以的 是个分区吧 这前面不是吧 轻轻打开 我得三一 五吧 一吧 一一 就可以了 对吧 OK 数据清洁 数据清洁 那我们出货 在这个 这不是不复杂的 这还是很激烈的 咱们 到此 我们到此 伴到分区